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写出Y关于X的表达式 当然了像这样一个式子 画掉功夫 也许 我仅仅是也许 你能写出Y等于多少多少X 这是个三次方程 Y的三次方程 当然也是很累的 哪怕写出来也够累的 这道题怎么做 有想法吗 有吗 对清了 听不见 先求个X求导 先求个X求导 除以X的三次方 听到吗 有两种声音 第一种 求X求导 第二种声音 除以X三次方 好 现在有两种想法 没有发表声音的同学 没有给出声音的同学 你觉得哪种好一些 可能是哪种 咱们现在想求什么 想求Y除以X的极限 那么这两位同学提出来的方案 你觉得哪个方案能够解决 Y除X的极限呢 X要是去无穷 看看这个表达式 看看这个表达式 三次方 X三次方 Y三次方 两XY 如果除以X三次方 那么这就出现了Y除X的三次方 这一项呢 一 这一项呢 会出现 约掉一个X了 分母上有X平方 那么请注意 有一个X 如果和它合在一块 就是Y除X 那也就是说 这个式子里边最后会出现一些什么 Y除X的这样一个 或者关于Y除X的这样一个表达式 那也就是说 在这个式子里 我们能不能求出Y除以X 有没有希望呢 我们就要这样看了 对吧 请注意 这个方法 其实已经给我们提示 我们可以看出来 最后这个表达式 可以变成一个Y除X的表达式 什么意思 对吧 好 由于 方程 由于这个方程 我们倒出 得到Y除以X的三次方 减去1 加上2倍的X分之1 乘上Y除以X 干嘛这么写 写清楚点 看得出来 这玩意儿 Y除以X把它专门写出来 等于0 是这样吧 这样写以后你看就很清楚了 我们要求谁 求它的极限 那咱们就求极限了 好 由于 由于 Y除以X X去无穷怎么样 存在的 斜进行存在的 咱们设为A AX加B 好 那么如果我求极限的话 如果求极限 如果求极限的话 那就是Y除以X的三次方 去无穷 减去1 这个极限 Y除以X X的极限 乘以它的极限 加上两倍的X去无穷 X分之1的极限 它存在的 它存在的 A 它是什么 0 A就出来了 A等于1 A等于1 B怎么办 B怎么办 我还得求B呢 那当然了 是要求 Y减去AX Y减去AX 就是要求Y减去AX 那咱们就想要从这个式子里出现 我们希望在这个表达式里出现谁 Y减AX Y减E 你看在哪儿 这里边有没有Y减X 怎么弄 英识分解不就完了吗 英识分解你会吧 初中里边还是小学咱们就会了 对吧 好了 那就行了 你看 好 我们又得到 U 因为Y减X 乘上谁呢 英识分解 Y平方加XY 加X平方 后边 减加上2XY等于0 那么当然我们想求它的极限 那怎么办呢 除一除 有这玩意要在这儿呢 这玩意不好 对不对 这个东西 如果这个东西能够通过某种方式 使它变成确定就好了 你觉得怎么样 对了 这个同学说的很好 除X方 大家可以想一想他为什么这么说 他为什么会想到除X方 目的就是Y除X的极限怎么样 咱们已经有了 所以如果除X方的话 这个扩乎理都是确定的 那么好 这个极限就可以 根据这个极限知道 这个极限也知道 就求出来了 好 那么得到谁呢 得到Y减X 这是一项 还有谁呢 刚才这个同学说的很好 除以X平方 第一项 这项其实就是Y除以X的扩弧平方 这个除了X平方 这第二项 约掉一个X YX 第三项 一 这一项除以X平方 两倍的Y除以X等于0 那就好 那就好了 求极限 求极限 令X去无穷 我们来求极限 就得到下面的结果了 怎么样 求极限 YX YX趋于无穷 第一个就是Y减X 它求极限了 第二个那个扩弧里边求极限都能求出来 1加1加1 3个1 每一个都是极限是1 再加上这项2乘1等于0 所以到处 Y减去X X去无穷 它的极限是负的三分之二 好 所求 渐净线 写渐净线 是谁呢 太简单了 A有了 B也有了 A是B B呢 这就是B 所以是Y等于X减三分之二 对吧 对吧 这虽然是隐含数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求出它来 那么我们要求什么 目的很清楚 是Y减除X的极限 然后是当这个极限A求出来了 再求Y减X的极限 当然我们这个题不是直接求的 是通过一些通过变形得到一些符合的式子 最后来求 那么这就完成了渐净线的求法了 下面我们就转到函数的做图了 函数图形怎么求呢 或者说怎么做出来呢 怎么描绘这个图形呢 这个比较简单 主要是一个原则就是结合函数性态的讨论 讨论函数性态以及渐净线 这个做图有以下的步骤 第一步 讨论函数 fx的定义 极有性 周期性 就是你拿到一个函数看看 有没有定义在什么地方 你画图有的地方不一定要画 它没有定义 定义不在那里面 不然你不用画 对吧 第二 机偶性有没有 有机偶性很简单 只要画一半 另一半不要画了 只要根据对称性来解决就行了 周期性 同样 你只要画出一个周期来就可以了 第二 第二 求此导数和两阶导数 确定函数的间断点以及一阶导数两阶导数为0的点 为什么 这些点都可能有些问题 会产生是一些关键点 为什么 也许是极止点 也许是拐点 对吧 当然也许是间断点 都可能 第三 将上述点 上述不求出那些点来了吗 拿出来 把函数的定义分成区间 由上述点将函数的定义分成若干小区间 通过列表的方法来讨论单调极值突兴拐点 最后求出渐进线 求出渐进线以后怎么样 画图了 描绘图形 有的时候可以取图形上几个特殊点 怎么样 通过几个点帮助一下 好 这个过程应该说还是很简单的 恰好就是我们前面所学的 用导数研究函数性态的我们那些内容 那些内容 下面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研究函数的性态且做图 这个函数是y等于1加x分之x乘上绝对值x 这么一个函数 那么怎么做呢 那当然很简单了 前面我们讲过程序 对吧 按照这个程序一步一步往下走就行了 对吧 好 下面第一步定义 好 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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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显而易见 一看就明白了 x不等于负1 其他地方都可以 对吧 那么好 然后下面就要求导数了 这个函数呢 请注意这个y实际上是一个分段函数 可以这样说 为什么呢 因为带有绝对值 对吧 这个带有绝对值我们下面求导这些都不大好运算的 所以把它分开来 好 x大于等于0 它是谁呢 好就是1加x的x平方 x小于等于0呢 是负的x1加x的分子x平方 两个都有了 好 下面我们来求导数 求导数 y一别 求导数了 那么当然也是要分段的了 好 这个函数请注意 1加x的x平方呢 当然可以写成x平方-1再加1 那么它等于谁呢 加1再减1 加1再减1 减1加1 好了 那么这一下呢 马上可以因时分解以后除它 那么就出来x-1 对吧 它因时分解 x加1乘x-1 x加1 就约掉了 这个先1 但是在写在这个地方 干嘛这样 求导数就简单了 它的导数1 对吧 1 它的导数负的 x加1 平方分之1 没错吧 好 这就是x大于0的时候的导数 第二个呢 这是天国负号 那么当然这个导数太简单了 就是负1加上1加x平方分之1 这是x小于0 那么x等于0怎么样呢 x等于0 请注意了 这个地方呢 分段函数在分段点 我们以前经常说 咱们要用定义来求 但是当然比较麻烦 对吧 能不能简单点可以 请注意 你看这个数字大于等于0 那么我们这个做出来 这个公式 这个求导公式做出来 说明什么 在大于等于0的时候 是有效的 但是我这只写大于0 为什么 为什么不写等于0 你这个公式 请注意 是大于等于0 所以我这个公式做出来 照道理在0点 是单侧的 只有右 这个式子代表右侧 连0点算上右侧 所以这个式子 请注意 在0点 有效不 有效呢 有效的 右侧 所以是个单侧导数 所以从这个式子来看 Y一批 右导数是可以用这个公式 x等于0带进去 0 正好是 正好是0 同样的理由 所以 这个下面就是 虽然这个地方没有等号 那么x等于0 这个式子当然也有效的了 其实0 x等于0的时候 这个式子就是0 所以这个式子也有效的 下面这个也有效的 同样的理由 所以 这个导数求出来怎么样 作为左侧导数 是有效的 所以 Y一批 再0 这一点的左侧导数 可以用这个式子 x等于0带进去 又是0 这两点告诉我们 Y 在0这一点的导数是谁 是0 没错吧 好 下面 Y两阶导数 两阶导数简单了 它的导数是0 马上就得出来了 它的导数 1加x的-2次方求导数 -2写到前面去 变成正2 -2次变成-3次 x加1的-3次 跑到分子上 分母上了 这是x大于0 小于0 同样了 x小于0 那么好 -2 x加1的三次方 x小于0 请注意 请注意 又有一个问题了 在0点怎么样 0点 请注意 这一点一阶导数等于0 这个公式 这个公式 x等于0 这是不是等于0 这是等于0 说明这个公式 如果你这等于0 是对的 没错 下面等于0 也没有错 也没有错 根据什么 是根据这个 对吧 x在0点 它的导数是等于0 放在这两个公式里 都是有效的 既然都有效 那么好 那说明下面这个二阶导数怎么样 这个式子 在右侧是有效的 在0点的右侧是有效的 那么作为 0点的右侧导数 可以带进去 好 那就y2片 右侧导数 可以用这个式子 多少 0带进去 正2 y2片 左边的导数 它带进去 也有效的 -2 那么 左导数 二阶 右导数 和左导数 不一样 那说明什么 这一点导数 不存在 所以y2片0 不存在 好 那下面我们就要求 一阶二阶导数 等于0的点 和导数不存在的点 那么当然其实很简单了 就是 一阶导数等于0的点 那就是 首先 从这个式子来看 一阶导数等于0 那只要这个式子等于1 就行了 这个式子等于1 只要分模 这个分模上 这个平方等于1 那显而易见 是x等于0和x等于-2 对不对 因为-2加1的平方 正好又是1了 好 下面这个式子也同样 对吧 只要这个式子 这个式子等于1 这个导数就等于0了 所以我们马上看出来 注点是多少呢 好 注点 x等于0和-2 对吧 另外呢 导数不存在的点 那就是x等于-1了 对吧 还有这个二阶导数不存在的点 当然x等于-1 还有什么样 还有x等于0 对吧 但是呢 这些x等于-1和0上面都有了 都已经有了 那么写不写 当然也无所谓 也可以写好 一二阶导数 不存在的点 不存在的点 是谁呢 x 一阶导数不存在的是x等于-1 对吧 x等于-1 二阶导数不存在的点 也是x等于-1 还有谁 x等于0 行了 把这个一些关键点和导数的一二阶导数求出来了 下面怎么样 讨论函数的形态 讨论怎么讨论呢 列表了 咱们已经说过的 x 对不对 第一列第一行是x 第一行是x 第二行是y1撇 第三行是y2撇 第四行是y自己 好 我们可以得来讨论了 我们现在有几个点呢 x等于-1 x等于-2 对吧 这个注点 x等于-2 0 还有 就三个点 没有了 对吧 三个点 下面把这些点 然后函数的定义本来就是只有-1不行 x不等于-1 所以咱们从-5穷开始到-2 这是第一个点 -2这个点 这是什么 注点 然后-2到-1 -2到-1 这个区间 -1是不定义的点 当然导数也没有了 什么都二阶导数一阶导数都没有 不会有 是吧 然后是-1到0 -1到0 好 x等于0 这个点又是个注点 然后是0 然后是0到圣无穷 好 行了 这些点都有了 对吧 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讨论里边的性态了 x等于-2 是个注点 导数一阶导数等于0 对吧 注点等于0 那么看一看符号了 一阶导数 x小于0的时候 x小于0 你看这个是指导 一阶导数 x小于0 那么好 请注意 小于-2 小于-2 请注意这个分母上这个数 就会平方以后就会大于1了 大于大于呢 好 这个数 这个分式就小于1了 好 加上它以后是负的 哦 负的 没错吧 很简单 负的 负2到负1呢 负2到负1 请注意这个式子呢 请注意 负2到负1 这个式子就 还是 还是 上面这个 对吧 字下面这个 负2到负1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个数 请注意是 平方以后 那么是一个在零一指间的数 对吧 负2到负1 这个 x加1 就是在零一指间的一个数 零一指间的数 平方以后还在零一指间 所以在分母上呢 这个式子就大于1了 大于 这个式负1 哦 加上去就正的了 这个式子呢 这个地方 x等1负1不存在 不存在 负1到0 负1到0 请注意 还是这个式子 还是下面这个 负1到0呢 这个时候这个式子 当然 还是在零 这个分母上呢 还在这个 还是一个小于的数 平方以后小于的 所以还是正的 还是正的 没错吧 0 0 注点 0是注点 那x大于0到正无穷呢 那请注意 要用上面这个了 用上面这个 x大于0到正无穷 这个式子 那么好 大于0分母显而易见 大于1 用x加1 大于1 好 这个式子分 这个分式是小于1 一简单呢 又是正的 好 这是一阶导数的符号 两阶导数比较简单 两阶导数就这两个式子 对不对 好 那么x从负无穷到2 那么显然分母是负的了 因为这个 负2 小于负2的数 这个括弧是负的 三次方有和还是负的 负负的正 正的 没错吧 好 这个地方呢 x-2到-1之间 当然还是负2到-1之间 那么这个分母上这个数 请注意 还是负的 因为负1到负2之间 好 这个数还是负的 所以这个地方还是正的 没错吧 好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呢 还是用这个式子 小于0 但是这个时候 x小于负1了 在0到负1之间了 请注意 这个数呢 是0到负1之间 加上1以后变正的了 正的三次方当然正的了 外面有个负号 所以这变成负的了 没错吧 最后这个x到0到正无穷 用上面这个 那当然是正的 对吧 好 那么什么结果呢 看一看 大概结果 这个地方 我们看出来 寒数是导数是负的 所以它是单调下降的 我们如果写的话可以这样 单调下降的 这个呢 是正的 所以是下图的 可以分开写 当然呢 也可以有一种写法 有一种写法也可以 把它们合在一块 对吧 合在一块可以 既是下降的 又是下图的 好 那就是这样写 这样写也行 你看 下图的下降 没错吧 好 这个地方呢 函数上升的 但是呢 还是下图的 函数上升的 还是下图的 这个地方呢 这个范围内呢 导数是单调增加的 函数是上图的 负的吗 那就定的这样 上图的 没错吧 这个地方呢 函数是上升的 是下图的 又是这样 看 也很清楚了 那个单调性啊 和凸性很清楚了 好 下面 这个地方 x等于0呢 这个地方请看 是先下降 后上升 这个地方是几小值 几小 对吧 这个地方是不存在的 这都不 这个都不存在 这个x等于0这一点呢 请注意 0 这个是增加 再增加 这一点x等于0 请注意 非极致 非极致 不是极致 因为左边才增加 右边还增加 不是极致 但是请注意 符号改变了 什么点 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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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讨论完了 最后 渐进线 渐进线 渐进线有几种 三种 我先看 有没有垂直渐进线 一看就知道了 这种渐进线通常都在分母为0 这个函数 这个初等函数 它没有定义的地方 那么好 这个地方 x等于-1是渐进线 显然 对吧 这个y x 去-1的时候 它显然是无穷 对吧 去-1 分母去0 分子是常数 好 显然去无穷 所以它是x等于-1 什么 是千值渐进线 千值渐进线 没错吧 千值渐进线 好 下面有没有水平渐进线 一看就知道了 这个上面是两次的 x不管去正无穷或者负无穷 都是两次的 下面一次的 所以它是一个多向式 分子分母都是多向式 叫分式函数 上面次数高 下面次数低 去无穷的话 这个分式也去无穷 所以显然 它是没有水平渐进线 那剩下来还有什么呢 斜渐进线 有没有 其实稍微看一下也没有 刚才讲过了上面两次下面一次 那你y除x呢 就上面两次下面也两次了 那么显而易进 两次两次显然是有极限的 对吧 不过要注意 x趋正无穷和负无穷不一样 所以好 我们现在这样 y先除x x趋向正无穷 那是谁呢 好 x趋向正无穷 正无穷绝对是去掉了 x平方下面是x乘以1加x 这太明显了 显而易现 两次 两次 系数1 系数是1 极限就是1 这说明a等于1 对不对 就是斜见星的一次向的系数等于1 对吧 好 然后y-ax ax就是1乘x 就是x了 x去正无穷 前面正无穷 现在也是正无穷 好 那么是谁呢 1加x 1加x x x趋向于正无穷 1加x 上面是x平方了 x平方了 -x -x 通分 那就-x 再-x平方了 通分吗 好 你看 x平方 x平方 约掉了 上面是-x 下面正x 一次向都是最高的 都是一次向 所以算出来是-1 对吧 那么好 斜见境线知道了 斜见境线 y等于 a 就是1 x 加上b 减去1 别忘了 我仅仅是x去正无穷 那么还怎么样 x当然去负无穷也可以求了 那我就不细 一样的对吧 x去负无穷 唯一不同的这个地方添个符号 这个式字 因为x去负无穷 这个绝对是去掉符号以后 出来符号 所以显而易见 另外一条 另一条 也可求可以求出来为 这我们就过程不写 这很容易看了 对吧 显然这个时候 a就是-1 负1 那么这个地方 同样这样处理的话 就会出来正义了 两条 好了 现在我们看 我们已经讨论的非常详细了 对吧 所有的情况都有了 下面就是做图了 做图 x走 y走 对吧 先把渐进线画出来 渐进线是蛮重要的 好 x等于-1 这是一条渐进线 -1 对吧 另一条渐进线 看一看 这两条 是斜渐进线 x等于0 y等于-1 y等于-1 y等于0 x等于正义 这样 没错吧 另一条 x等于0 y等于-1 y等于-1 x等于-1 对吧 x等于0 y等于-1 y等于0 x等于-1 所以两个都是正的了 在这儿 x等于0 x等于0 x2 y等于0 x2 x3 x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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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3 x4 那几个关键点呢 一个 x 等于 0 极小 对吧 极小值 极小值咱们在这写一写 极小值多少呢 极小值是 y 等于 负 2 负 2 多少 求一下 y 等于负 2 负 2 带到这里边去 负 2 带到这里边 那么分子上就是负 4了 对吧 分母呢 那就是负 1了 那就是 4 极小值是 4 好 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来画一下 这个 1234 大概在这个地方 x 等于 负 2 4 对吧 这么一个点 这个点只有一个点 一个点 另外还有一个点在这儿 x 等于 0 拐点 y 等于 0 这个地方 两个点 就两个点 就两个点行不行 行了 为什么行了 看 首先看这边 x 负 2 比负 2 小 什么情况 下突的 单调下降的 还有一个渐进线在这儿 那就很好办了吗 下突的 又靠着这个渐进线 要靠近渐进线 靠近渐进线 下突的 下突的 下突的吗 旁边呢 那边去呢 还是下突的 还是下突的 上升了 上升了什么样 这有个渐进线 你上升 你又得靠近这个渐进线 你不能跑得太 跑过这个渐进线 好吧 靠近它 不就完了吗 这是一条 你看 只有一个点 咱们就画得很好了 这个趋势就很清楚 然后呢 负 1 到 0 负 1 到 0 什么情况 上突的 上突的 跑到哪 上突 就是往上走落好 x 从负 1 这个地方 请注意 靠近负 1 的 对吧 一旦跑到哪 跑到 0 点 x 等于 0 y 等于 0 那就这样吧 看 非常靠近 0 非常靠近 0 非常靠近 x 等于负 1 上突的 最后呢 又上升了 上升 下突的 下突 但是是升上去 升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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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渐进线 你又靠近这个渐进线吗 越来越靠近它们 看 非常清楚 看到没有 两条黄色的 一条 两条 性态非常清楚 对吧 其实说 如果我们不讨论 函数的性态 如果你用秒点做图 那是做不出这种图来的 这个图像 不可能这么 走向 这么清晰 不可能 好 这就是关于 函数的 性态讨论和做图 antis料片 多好 �数的 根 Tony 满 settled 前面 对 对 亘 proteins 我们 balloon 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